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 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涵 留下了一个年轻人单独谈话 年轻人名叫戴毅 由于几年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 开启了中国高校系统享受近代史的先河 被看作史学界内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吴涵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自己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正在筹备编撰轻史的相关事宜 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戴毅很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分量 修史 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 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 每个时代都要为前朝修史 自西汉司马迁史记问世 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不断 观修史书却从未断绝 令人遗憾的是 吴涵所说的青史编撰工作还未启动 就无疾而终了 经历了三落三起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 青史工程才忠告收尾 而戴毅也从当时一个儿立之年的参与者 变成如今已过冒蝶的掌舵人 我就想 刚讲我一样 裂包就裂不成 如果裂不成 我跳到火炉里去 把它裂成 我就怕我的身体盯不住 我已经九十二岁了 一个人一辈子一部书 回顾往事 戴毅不由地感叹 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青史而生的 铁琴铜箭楼 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 这座古旧的房屋 珍藏着戴毅童年的回忆 那时他还有着一个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 戴丙横 由于父亲与老主人瞿其甲是好友 年幼的戴毅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 如果没有意外 戴毅将同他的父亲一样 在朗朗书生中长大 度过安稳而平静的一生 但乱世的封烟改变了他成长的轨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 日寇将魔爪伸成了常熟 当时的常景在年仅11岁的戴毅心中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厌迹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每个人都如同狂风下的落叶 在动荡和飘摇中寻找着一线生计 眼见常熟已成雷暖之危 戴毅一家逃入上海租界躲避战火 在这里戴毅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 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专业 读了两年书 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 又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古老的砖墙封存着那段大师辈出的时代 在故宫东北角被称作沙滩的地方 屋子处立着一幢红楼 这就是北京大学的旧址 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当年校园的景象 戴毅依然记忆犹新 红楼这个楼 是这么外的 民主广场有两次跳 学生活动开会唱歌什么 跳舞都在这 红楼后边 女生是 这一堂这个是会议室 这个学校的会议室 平民场被两县房屋 北边的学校战士 同时是白宫 但是 那个时代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 经历过沦陷的日子 目睹着腐败的时局 年轻的戴毅寻找着救国的方法 在北大校园里 他受到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 成为了一个进步青年 1947年秋 戴毅接到了一个 来自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任务 在学校里建立一个图书室 原来为了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 掀起了一场反政府 反饥饿 反内战的示威游行 为了更好的组织广大学生 传播进步思想 在北大校园内设立一个据点 势在必行 这个故事就不干了 干我发火那是特殊的 你听二十多都说 我去搞学生 他不懂意思 在戴毅的据理力争下 胡适终于妥协 图书室也成功建立了起来 他以蔡元培先生的号 杰敏命名 成为当时北平高校 宣传进步思想的重要地点 为了把图书室办好 戴毅四处募集资金和书籍 鲁迅先生的遗孀徐广平 还特意捐出了一套珍贵的 鲁迅三十年级 成了图书室的镇馆之宝 频频闪开的信部活动 让戴毅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他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名单 并全国统计 这是通知我的账名单 1948年9月12日被特别刑 停通缉这名单 这是我的账名 暑假后的一个清晨危险降临了 潜伏在北大校园内的间谍 发现了戴毅的行踪 并立刻报告警察 将他抓进了特种刑事法庭 就在这危急时刻 胡适着一封信救了戴毅 在校长的保释下 他重获自由 未免后患 党组织安排戴毅 连夜逃离北京 在苍州 他与解放区的同志 接上了头 填写表格时 接待人让他改个名字 当戴毅将自己的新名字 填在表格上时 世界上少了一个青色书生戴毅恒 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毅 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 伴随他度过一生的时光 在北京东四大街 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着一片沉寂而奢华的宅邸 这就是俗称铁一号的 铁狮子胡同大院 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唐的居所 民国时期被杨勋法段祺瑞执政府坐镇期间 解放后此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区 1951年 年仅25岁的戴毅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学著作 《中国抗战史演绎》 经过广播电台联播 更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世的五十年代中期 还不到儿立之年的代役 就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副教授 此后他编写及参与创作了简明清史 清代人物撰稿 清通剑等专著 使人们对清朝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不过编撰一套完整清史的梦想 始终萦绕在他心中 从未散去 我知道要变清史以后 武汉三五十年以后 我就定理之心不搞清史 这次你不上榜我也搞清史 光阴仍然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 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阶段 文化建设也随之加强 为了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华文明 为国家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但已再次呼吁启动清史编转工程 清朝灭亡百年 期间虽有赵尔逊主持完成的清史稿 却不是一部可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正史 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 代义奔奏呼吁的 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础上 新修一部能够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对于清朝的认识当时很混乱 清朝怎么定位 这个朝代接近怎么样 对中国做出什么贡献 有什么问题与中入点 都混乱得很 大家觉得 当时应该文化建设应该把清史写起来 2002年8月 中国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清史转修 这标志的从明代洪武元年 朱元璋下令修转 原始的将近六百年来 中国第四次启动了 国家层面的修史工程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总投资达九亿多元人民币 参与修史的专家学者达到近两千人 涉及原始档案二百多万件 素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代毅 被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领先清史转修 面对着这份重任 代毅兴奋之余 又有着一份冷静 修转正史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 从明史馆的设立 到最后定稿客刊 前后断断续续 经历了九十多年的时间 而编转清史的工作量 远远超过了明史 清晨的史料工夫啊 多得不得了 人家做了一代的史料 一打仗 结束了清晨 史料全部搏成了 他就造了两个大楼 也有两千万件 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工程 代毅不由的隐隐感觉肩上的压力 他的心里很清楚 记载在史书中的每一个字 都像流传万代 哪怕一个极小的错误 都会在后世被反复提及 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清史 在第一阶段 对总体框架的研究中 代毅集在上海 北京 广州 沈阳 台北 先后多次组织研究讨论 为了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 他这个总负责人 煞费苦心 国民党政府 到了台湾以后 也做清史 但是台湾档案少 人力也少 他们把清史稿做了一个教助 但是做不成大型的清史 所以我们这次做清史 台湾其实都参与了 他们也参与编写 参与撰修 参与提供资料 参与文献整理 都参与了 有了人 接下来编算工作 该如何入手 全书的结构 该如何划分 应该设置哪些分支的部门 每个部门的职能又是怎样 众多重要且琐碎的事情 都摆在了台湾面前 他为此朝思夕迹 终于一幅蓝图 在他的脑海中成形 按照台湾的计划 清史的主体工程将分为 宏观展现清代历史全景的通缉 详细记载清代典章制度的典制 叙述清代历史人物的传记 用表格形式反映历史的实表 以及由绘画和老照片组成的 形象展示清代宫廷社会风貌的图路 这五项主体内容 和以往的正史相比 通缉和图路是新增的部分 也是清史区别于传统史书 最大的不同之处 透露 透露说明他这个图是讲什么的 原来二十四没有透露 五十号芝麻切写史记的时候 他写在筑片上的 筑片上跟不上头 他也没办法跟头是吧 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外星的照片很多 我们的库里面成了二十万张 清代的老照片 我们就挑写了八七张 让大家不仅从文字上 可以认识律师 从银行上也可以接受到律师 这些时代的尝试 也不是我们自己尝试 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编写史书 注定与以往大不相同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写作 所使用的文体 以往的史书无一例外 都使用文言文进行写作 但如今的清史 如果依旧沿用传统的文言写法 不仅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对众多写作人员的写作能力 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经过深思熟虑 大意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用比较文雅的八华文 也是比较通俗的文言文 因为有些文字 你完全用八华文 表达起来太困难 它本来本身它的文术是文艺 所以我引用器都死掉了什么 引文啊就是文艺很多 而另一项重要的问题 是关于清史中人物的撰写 从司马迁驻史记开始 描写人物的撰写 都是历代正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对于朝代中各色人物的描述和评价 也成为了历史学者 甚至普通民众极为关心的一个方面 不再被我们否定 他本来民朝的投降清朝 帮助清朝平民的能民 把能民皇帝抓住 杀掉了 他问了他又反清朝 这边自乱 他反对了康熙 又被康熙灭掉了 翻来覆去 替解这个问题啊 还是应该有 我们现在这个传里面没有 专门的一段话来评价这个人 就不用这样的面目出现 所以他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出来说 这是做的对的 这是做的好的 不这么说 而是通过这个叙述 就是这么叙述他的生平和言论 你选择嘛 你选择过程中间 你就用你的倾向性 仿佛穿越三百多年的时空 代意拨开笼罩在清帝国上空的迷雾 仔细审视着这个庞大而神秘的王朝 近年来随着小说和影视剧的推播助澜 人们津津乐道于清代宫廷内的悬暗密闻 而在代意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看来 编撰清史的过程 正是一个破解众多谜团的绝好机会 1908年11月14日 清德宗锦皇帝爱新居罗宰田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光绪皇帝 暴毙于中南海银台韩元殿 由于他与政敌慈禧的死日仅差一天 当时就有许多人提出了阴谋论 认为他是被慈禧下毒毒杀的 因为这个太巧了 光绪死了 不到一天实习死 这当次让人去怀疑 这桩悬案困扰了学界一百多年 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曾有学者研究了当年太医 对光绪皇帝的治疗记录及脉案 指出光绪皇帝是遭受肺结核 肝病 心脏病等慢性病长期摧残 最后导致心肺功能衰竭而去世 慈禧则因年迈体弱 当时也已处于弥留之际 两人相继病死完全是一种巧合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戴意领前的青史中心 引入现代科技手段 调查光绪皇帝的死因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 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 运用侦查破案的方法 对光绪遗体的头发 遗骨 衣服 进行了细致的检验 取衣服的时候 我们要边角 位区 还有分散的不同的点进行采样 就是衣服上小片渣渣 为了再进一步的确定是不是污染 另外又做了地宫 地表面 周围的水源 土壤都做了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 光绪皇帝体内 蕴含有大量的剧毒物 三氧化二身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披霜 并且远远超过了致死量 中和各方面吧 最后的结论就是 死因为披霜中毒死亡 那么 谋杀光绪的凶手又会是谁 是慈禧 是李莲英 还是袁世凯 黛毅和青史中心的专家们 通过研究史料 锁定了最后的真凶 那很历史的慈禧 别人没有能有这样大的权威 但是袁世凯也不可能 这些研究的结论 记录在了青史的文字中 青史中的每一篇稿子 黛毅都要亲自审阅修改 这个我批改的头路 有批改的地方都这样的条条 那么我就改去 你看这个山中片 他是蝎童皇帝和他的大城门的照片 哪有蝎童皇帝啊 蝎童皇帝是个小孩 没有蝎童皇帝上面 大家都没看出来 他看出来了 整部青史光是主体工程的字数 就超过了3500万字 接近以往24史字数的总和 这不但使整个编撰过程精益求精 耗时漫长 也让戴毅承担了极大的工作量 事无巨细 事无巨细 一部稿子35万字 70部稿子多少字 而且呢 这稿子呢 我们青史编撰的不是说是一次就做成了 一审二审三审 最后订稿 都看了 我不能想象 他看了多少 随着青史工程的推进 青史界开始有一种说法 新修青史的质量如何 恐怕需要时间的检验 才能做出评价 但青史工程创造的副产品 即为修转史书所整理编写的 二十多亿字文献资料 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体量 他确凿无疑的成为今后史学工作者 取之不尽的宝藏 这样呢 我希望它四条 第一条是政治上可靠 第二条是事实正确 第三条是这个丰富 多密 多方便 这个全面 第四是创新 对于这样繁忙的工作状态 戴义自己却乐在其中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 是戴义的卧室兼办公地点 陈旧的桌椅 简陋的书架 门口长短不移的拐杖 向外人讲述着一个历史学家的故事 而在戴义自己看来 这只是一个修饰之人 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丙笔之书悬之国门 这是戴义毕生的愿望 如今青史工程已进入尾声 等到全书完成之日 中国的二十四史 就将正式变为二十五史 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 为人危然毅力 心火相传 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修饰者 戴义用他一生的时间 践行着国家赋予他的重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